- 歡迎收看亞烏煌棒棒 我是菜哥 看到這個背景 還有早上這個 大家睡眼心動的時間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來採訪旅美小將了 那我們來歡迎劉志榮 大家好 我叫劉志榮 好那劉志榮 現在那邊幾點了 9點13分 你吃飽嗎 吃飽 吃飽 好的那按照慣例 我們這邊要稍微跟你講一個故事 好的 就是有一群青蛙他們要約出去玩 然後結果有一隻青蛙 他每次都不出去 他都喜歡宰在家裡面 喜歡待在家裡面 那後來呢 這隻青蛙呢 呃 就會變成什麼青蛙你知道嗎 宰蛙 沒有 他就會變成 紅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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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紅蛙 對 變成紅蛙 對 就跟你一樣加入紅蛙對這樣子 好的喔 關門很精彩 我們大家都有發現到 所以最後呢 也開啟了你的旅美生涯 那想請問一下 台大你最近的近況好了 最近近況是 還不錯啊 就是有 越來越習慣這邊的 那個 步調 然後還有 球隊整個運作的方式這樣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去年 基本上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賽季 那今年才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完整的賽季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影響到你的調整 還有你的 比賽的感覺 我覺得影響應該不大 因為 沒有在美國的期間 球隊其實也給我 很完善的一個練習的課表 然後也是照著球隊給的課表 然後 在台灣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練習 然後就是 把球隊給的課表 就是確實的把它做完 那因為你 雖然是很早就從新人聯盟 然後直接跳到DJEA 那你覺得這兩個聯盟 因為雖然說你上一個只有 投一趟先發 那你覺得兩個 你有辦法做出比較嗎 他們相同的蠻多的 因為他們 力量都很大 然後比較 多不同 就是可能細微上 就可能是 經驗上或者是 在比較多細節上面 他們 越高的成績來講會越好這樣子 那在跟你以前面對亞洲的選手的時候 你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嗎 差蠻多 因為他們 身材就是比較 比較大隻 然後也比較 比較壯 然後所以他們 站上來打擊區的時候 那個壓迫感 確實是蠻大的 壓迫感是什麼 就是感覺每一個都爬 全力打了嗎 就他們去上來就是會全力揮擊 然後就是每顆都感覺 小包一打全力打這樣子 就是那個感覺 會讓人蠻壓迫的 那我最近有在看你這個 在美國的投球 我發現到就是說 你有時候就變化球走在前面 或是變化球的量比較多 那這個是你的想法 還是其實都交給普手去配 最近這幾場就是交給普手去配 然後自己就是 去相信普總 然後把他配的那個球種去丟到他的手套 然後丟在對的位置這樣子 那你現在 在那個 這個 這個新的聯盟這邊 已經出賽蠻多場了嗎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比賽 或是Player 可能就是 0.2局那一場吧 嗯 對 那一局 那一局 就是 當投手也來 那個 最 最短的一次 然後 就是 從中也學習到很多 不管是很多細節上 對 然後那一場過後其實 自己的心態上也有轉變 就是想要 做得更好 然後 把很多那一天 就是那一場 檢討下來的細節再整理 然後就是後面就希望能夠 讓這些細節讓自己變得更好這樣子 那 那教練的話他們會怎麼樣跟你分享 比如說你投的好我投不好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講 教練可能就是他都會一直告訴我要 相信自己的直球啊 然後 也要就是要一直相信自己 對 因為其實我比較有時候會 想比較多吧 就是可能 還沒有做 第一個計畫 然後就會一直想著 要做到第二個或第三個 就變成說 沒有想說要直接 進攻好球 或者是 就會想太多 然後就有時候會變得 讓自己 的直球的 品質或是 丟直球的 數量變少 就會比較容易抓到變化球 這樣子 預設太多立場 然後變成說 就會覺得 就可能會覺得說 自己直球可能 會被打 或是怎麼樣 就選擇丟變化球 但是 其實教練他們也一直告訴我 就是 要相信自己 為什麼被牽來的原因 然後 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直球 然後去跟打者對決這樣子 他們會跟你講到這麼 這麼深的層面就對了 這樣又很深喔 他都知道你為什麼被牽來 然後比較像 心靈導師的感覺 就是 他這樣給我就是 教練每次要給我的感覺 就是 不要忘記自己有的優勢 要去善用他 因為 有時候可能 自己就會 因為害怕 然後 忽略掉自己有的優勢 然後 就用的比較 像是碰運氣說 讓他打不好變化球這樣子 所以 教練就一直 從一開始到現在 教練都一直告訴我要 相信自己這樣子 那你最近也算是調整得不錯 因為我們上一場看到你 這個五局10K 他為什麼效果這麼好 那一場就是 因為 我很 我以前不太會當 沒有在當先發投手 然後 先發經驗大概好像就 三四場而已 然後所以 在 在這場比賽的之前 然後 投手教練有幫我調整一下 我的 賽前的 熱身的 Routine 就是Routine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他讓我 去嘗試新的一個 熱身的 節奏 然後讓我的 投球距離拉長 然後賽前牛棚的 數量變多 然後這樣去調整 我覺得 收到蠻大的效益這樣 那智隆 有沒有遇到你印象深刻的打整 你目前也遇過了 深刻的想像 還是說現在基本上不看在眼裡 沒有 有一個吧 有一個 就是那時候新的聯盟 然後 然後 被他打 全員打那個 他是 是賽後我才知道 他是從 高階 高階EA下來 做復健賽 搭討 然後 那種 就那時候回想起 跟他對決的感覺 其實他的感覺 就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 就是他 他的 整個 散發出來的感覺 就是很穩定 包括他的 致敵語言 還有他準備的動作 種種這樣子 就覺得 所以他是從 打擊續在準備上來的時候 就會帶給你一點點 那種 壓力的感覺 就對了 就是感覺 他很 就是你會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會感覺就是 就是 因為我會習慣想要嘗試去找 這個打者的缺點 然後 但是 那時候回想起來 對他就是覺得 會不知道要丟哪裡 然後 然後 就是會變得覺得 好像丟哪裡都會被他打 那種感覺 被他帶著走的感覺就對了 對對對 聊完球場上的心得 當然也要關係一下 志榮私底下的生活 我這裡有收集到一些 有關志榮的傳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感覺很厲害 馬上問起來 就是我們有發行的 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你每天都會跟這個 陳真打電話 這個事情是真的嗎 對啊 為什麼 不知道耶 就跟他很好 那你們都會聊些什麼 近況 會先從近況開始聊吧 就不知道耶 就是有問題就講 也不會像現在有反鋼這樣子 有問題就講 就會問 就關心他如何 然後 他又會關心我怎麼樣 你們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遠距離的話 都不可能這麼 天天打電話 講得這麼樂弱 因為我們就是會 就可能我比完賽 我12點他中午 然後我就會打給他 然後有時候他 真的假的 就是一有空 就會看時間 如果大概是凌晨 就比較不會打給他 可能比完賽 或者是我早上剛起床 然後他是 晚上睡覺前 我就會打給他 就會聊一些 像他有時候打擊會有問題 或是他想知道 我們這邊在練什麼 所以我可能就會 去問Micky教練 然後Micky教練 就會告訴我 然後我再告訴他這樣 為什麼你要特別去問一下 Micky教練 因為Micky教練在教打者 然後我們會學打者的東西 所以問Micky教練會比較 Micky教練也比較熟悉一點 而且Micky教練也帶過 然後就是為他們 蠻多前輩的 所以就是為Micky教練 然後再轉述給洆湞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有聽說 你本身因為 就想要讓身體更健康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在喝飲料 這麼殘忍的事情 你是做的 你目前是有在執行 有啊都有 真的假的 你沒有喝飲料 這樣子可以接受 好像已經習慣了 我現在碰到飲料會沒辦法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借飲料 那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會借飲料 就好像想說 就是多喝水 然後 因為我爸跟我媽以前 就一直告訴我 不要多 不要一直喝飲料這樣 然後以前就是 繼續喝這樣 然後那時候 開始復健的時候 就想說 那就都不要喝飲料好了 就喝水這樣 然後就習慣了 所以現在就是為了調整身體 就是乾脆就也不喝就對了 對就飲料都不會喝 像我以前媽媽在喝播放奶草 超愛喝的以前 小時候的時候 嗯 可是現在就 現在就不會喝了 那最後想問一下就是 這種今年的展望 呃 今年可能就是希望可以 一樣就是健康丟完整個球技 然後去學習說 要如何成為一個好的先發投手 嗯 然後在 自己的 投球球上的 許多東西都還 需要學習 包括 呃自己的球路啊 球種 還有 投球的節奏之類等等 就希望說 因為今年是第一次專職投手 然後就是 每天去學習 投手比較細微的東西 希望可以 就是 吸取更多經驗 然後 休賽器再檢討這樣子 嗯 好的 那今天很感謝呢 志榮接受我們的訪問 然後也祝福呢 今年的球技呢 順順利利的 然後呢 呃 很健康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好的 那我們雅務好棒棒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